距離2024總統大選剩下將近100天了 現在外界相當關注 在野國民黨和民眾黨是不是有機會 來藍白河推出一組候選人 對此國民黨今天下午舉行中場會 主席朱葉倫他也強調說 現在呢就是要往藍白河的方向來推進 來聽一段他的說法 2024的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 就是希望能夠團結一切團結的力量 共同來面對不公平不義 造成台海兵凶戰為 過去執政八年弊端重生的民進黨 我們必須要團結一切的力量 藍白河是必須的 也是民意之所向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在共同的理念之下 團結所有的朋友 我特別要強調 必須要在共同的理念之下 我們團結在一起 台灣政府的運作長期以來 一黨通吃或者是由總統贏了 贏者全拿絕對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好可以聽到這個黨主席朱葉倫強調說呢 未來呢一定要往這個藍白河的走向來進行 不過他也強調了 他也呼應了這個之前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提到說 藍綠都只會政治分張實在是相當的不滿 他也提到說現在的政府狀態呢 大家都應該要來做合作 而不是贏者全拿一黨全部南瓜這樣的狀態 而另外呢他也強調說 近期呢有很多這個藍白河的放話 都不是來自國民黨中央